Hello,大家好,我有一点紧张 大家好,我叫董小宁,是一名大学学生在Pasadina读书来美国两年 目前为止,我人生中有两件最幸福、最幸运的事 一是我出生在我现在的家庭,二是我认识我主耶稣 那我就先说我现在的家庭 我有一对可以称兄道弟和活泼开朗的爸妈 还有一个时常捉弄我的哥哥 一个时常唠叨我的嫂子 和一个我永远都会溺爱他的外甥 我们任何一个说错事情之后都会相互道歉,相互包容 种种因素造成了我现在活泼开朗的性格 我很爱我的家人,但是我也常常会跟他们吵架 甚至会有叛逆 我的家庭也不是那么的完美 也会有争吵,不理解 当我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 我发现我更爱他们了 在以福所书第六章第二节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赛事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我跟我的爸妈现在一起生活在美国 但他们基本上都生活在 但他们基本上都在外州工作 我哥哥嫂子外甥他们现在生活在国内 我们常常用电话视频来相互联系 我发现我更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我很感谢我的主耶稣让我遇见他 也让我更加珍惜我的家人 另一件最幸福 最幸运的事情是我认识主耶稣基督 我的一步一步的成长和带领 主都有一步一步的带领和陪伴我 在一开始我来到至上学习 看我老师来到 看我老师带我来到团契 然后稀里糊涂的 稀里糊涂的来到了这里的教会 慢慢的我习惯了每周日去教会 在2015年4月4号 在赞美之全的演唱会上 神的话语打动了我 在那一刻我内心有很多的感触 在那一刻我觉得我信了主 但是回头想想看 我是在那一刻才信了主吗 在至上一次活动中 我遇见了邹教授 他是一个基督徒 那一天我很开心地告诉他 我是在赞美之全的那一刻上 我信了主 当时我很强调 我是说我是在那一刻才信的主 邹教授反过来问我 你是在那一刻才信的主吗 是在那一刻主才让你成为他的女儿吗 我思考着 邹教授告诉我 其实你并不是在那一刻才相信的主 其实你只是在那个时候才意识到而已 其实主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 只是你不知道 更是在你妈妈孕育你的那时候 并且给了你一个美好的家庭 那时神已经拣选了你 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 你的家庭 你的朋友 你身边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神帮你预备的 当时我听完那句话 我特别感谢神的拣选 感谢耶稣 神同时也在我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 让我学到了许多功课 神要我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当时我看完神的话语 我感觉很难做到 让我去 不恨那些不可爱的人 我还可以去接受 但是让我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哇 这真的好难 也许这就是神对我的考验 在我看完这段经文不久之后 我交了一个朋友 起初还好 但是当我越来越了解 越来越了解他 发现他说的话 跟他做的事情是完全相反 而且跟你想的更加的不一样 内心想为什么会是这样 当时我想 想到了神的话语 让我 要让我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可是这对于我来说 是有多么的难 也让我看到我自己有多么的不好 多么的丑陋 让我 然后我去向神祷告 诉说我的丑陋 求神帮助我 之后我用了一段长时间 去平复我的内心 起码现在我不排斥与他交往 如果他有需要时 我也很乐意去帮助 神改变了我 如果是以前的我 我遇到这样的人 甚至都不会想要去了解他 甚至都不会有跟他什么交往 更别说帮助他 感谢神改变了我 神真的陪伴在我身边 聆听我的祷告 在校园里生活 我感到孤独 没有人陪我一起 向前走时 我向神祷告 神真的很看顾我 聆听我的祷告 在我祷告了不久后 我学校开课了 我遇见一个上学期 和我一起上课的朋友 他这个学期 也跟我选了同样的课 当时我很开心 下课后我们聊了很多 课上我们也相互的去学习 感谢神聆听我的祷告 神真的不会亏大 他的每一个孩子 我的祷告 神一定会听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祷告 神都会按照我的心意去实现 不过相信神 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 今天的受洗 是我在大家见证对我 我对神的尾声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和鼓励我 感谢神 感谢你 董小宁姐妹 你是否已经真心真意的 相信耶稣基督 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是 你是否愿意一生一世 永永远的服侍主 跟从主 永不再回头 是 既然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 为你的主和生命的主 并且愿意一生服侍主 永不回头 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为你施洗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大家